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是4月16号星期二 一个漂亮的礼拜二 为什么周总讲这个盘漂亮 因为答案很简单 这个盘终于跌它该走的方向 也就是盘上在仗向失线 你可以看到 这个大盘一路的强势 缓步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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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在上礼拜五 被周总空到 那这个盘我们是怎么做的 我等一下会做讲解 那这个盘你可以看到 以失线为依规 很多人想说这个盘要跌到哪里 跌到哪里呢 周总先按下不表 等你把我的节目看完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这个盘要跌到哪里才会止跌 好 那既然跌破失线了 对不对 方向只有一个 方向只有一个 你千万不要想要做反弹 没有这种东西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一路上告诉大家的 我说呢 周总的法宝都公诸于世 那为什么公开让你知道呢 我看方向的法宝 最主要的我要让你学习 跟我一样 每一天都做到对的那一边 了解吗 所以你看到没有 关键价早就给大家了 关键价之下 十字线之下 还有呢 我们期货开盘价之下 三价同下 今天呢 一路崩 那一路崩呢 你会想说 那呢 今天呢 不敢空 我告诉大家 你空的太晚 为什么 你呢 应该跟周董一样 昨天就空 应该跟周董一样 上礼拜五晚上就空 应该跟我一样 我怎么做 来看 我说呢 未来的盘啊 应该呢 有一到两个月 就可以赚2000点的机会 可是呢 你不要想说 是什么 这边做多 然后做波段 这边放空 然后做波段 我说没有这种东西 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无尽的波动 什么叫做波动 就像我们做的 来 来看 我做波动 我怎么做 我4月1号到12号日盘 我怎么赚这个868点 我怎么做的 我每天都有告诉你 我每天都有解盘 4月3号 4月8号到9号 4月10号 接着11号 12号 稳稳荡荡的12号早上 我告诉大家 先亏30到40点 后面再赚 所以当天有赚有赔 这全部累积起来 就800 868点 那接着呢 12号到16号 大家呢 要记得 期货跟选择权呢 现在日盘 跟夜盘 一样的重要 因为呢 如果你夜盘没有做的话 你根本日盘就来不及空 了解吗 那我们怎么做的 来看 当天啊 4月12号 4月12号呢 是不是来到了20809 期货 你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的最高点 20809 那周董呢 这张图呢 就是呢 所有的智慧 你要记得哦 全世界 全台湾做期货的 只有周董呢 肯把我所有的秘密 供租在这张表上面 其他人都不敢 为什么不敢 不会嘛 了解吗 我怎么看 来 11号的夜盘 有没有 高低区间 接着呢 他是不是过了高 对不对 过了高以后呢 20809 他一路过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我早上哦 4月12号早上哦 我还在做空哦 结果呢 被嘎了三四十点 对不对 反手做多呢 一加一减 我才赚29点 我才赚29点 这个 有没有看到 可是重点 我在发生一件事情 我在发现什么事情 这个盘啊 他已经到了极致了 还记得我讲了吗 他来到了20800点 他呢 一定要表态 他不是暴涨 就必然暴涨 好 那呢暴涨呢 我为什么没有 第一时间空到 答案就在这里 我说呢 他可能呢 都知道周董哦 什么时候录影 了解吗 也就是呢 他趁周董去录影的时间 去录影录音的时间 才做一个击杀的动作 有看到 我呢 12点 4月12号 下午12点 50分 我去录音 你看到没有 他才转弱 这是现货 有没有看到 他才转弱 可是呢 我不会因为这样认输 为什么 很多人认为呢 没有空到20800 往下杀 往下杀 就不敢空 我不会这样 我不会这样 我是怎么样 抓方向的人 你发现了 要往下发动了 一定让我看到了 对不对 我夜盘空 夜盘空 来 有没有看到 夜盘空 空在哪里 空在呢 20730到20760区间 我们最高最高空到 20740 所以20740呢 我们呢 往下赚了100点以后 我也讲过嘛 我录音了 礼拜一有录音哦 赚了100点以后 我就获利先出一半 另外一半 我防守在20740 有没有来 来看 这边空了嘛 对不对 那赚100点 我就呢 先获利出一半 出一半以后呢 都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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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崩盘都我的 有没有 期货就要跟周董 一样这样做 不要想要all in 什么从头报到尾 你又在想拨断了 没有这种东西啊 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我们做波动 然后防守原来的放空点 没有来 波动 很快就会变成波段 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盘中呢 我刚才在录影之前 还有更低 更低来到了19798点 所以应该是赚更多 可是相对的 没关系 我们呢 还没有出场 就先挂这个点 账面上呢 就赚了827点 另外的这一张 这一张呢 有些失误 这张呢 应该是赚了681点 什么时候空的 昨天空的 昨天空在哪里 昨天空在20594 你看见吗 很多人想说呢 中错以后一定会强谈 没那种事情 没有那种事情 来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个切线 你有胆你就上去啊 有没有看到 你有胆你就上去啊 你没胆 你没胆我就放空 当我空好以后呢 记得空 20594 了解吗 所以这账面上呢 是赚了681点 了解吗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我们本来赚868点 对不对 加这两次的操作 都留仓 都留一半 都留一半 文文荡荡的 是不是赚了2326点 所以我答应你的2000点机会 不到半个月又实现了 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周董要告诉大家 我这个网站 就是让你呢 期货跟选择权 永远做到对的方向 我保证 我保证永远做到对的方向 所以麻烦你扫QR Code 那或者在LINE里面呢 搜寻ID ID上面 麻烦打上 小老鼠 KING88168 那为什么我敢保证 来看 你看到没有 我每一天哦 每一天的早上8点半之前呢 我都会发这个表 这个表是什么意思 这个表就是哪一个点位 今天要震荡做多 哪一个点位今天要震荡做空 哪一个点位今天要全力放空 全部写在上面 为什么我敢这样子做 答案简单 台湾股市啊 逃不过周董的数学 这就是数学来验证 今天嘛 有没有看到 四个小时之前嘛 好 那怎么验证 203004月才是日期 如果呢 在这个点位以下 就用大空头战法 你来我这个群组 你8点半看到这个点位 你会觉得说 那这个点位要放空啊 大空头战法要怎么空 对不对 周董在里面都有 直接让你索取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20300呢 他往下就一路崩盘吗 真的吗 真的吗 来来验证 所以呢 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解盘 虽然酸民很多很多呢 可是重点来了 只要呢 周董永远对 也是就酸不到我 知道我意思吗 那我就是那个 永远对的人 我永远对呢 不是说呢 我很有自信 是什么 这台湾股市呢 已经被我用数学框住了 台湾股市逃不过周董的数学 了解吗 来来看 这是期货嘛 对不对 期货呢 你可以看到 今天呢 开盘对不对 开盘呢 最高来到284 然后呢 又来到了第二高点 20286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没有超过 20300 没有超过 没有超过什么 大空头战法 大空头战法 有没有一路跌破了 19800 有没有看到 就算你今天空的 你最少都可以赚400多点 400多点 了解吗 那怎么赚的 来看 有没有看到 破20300 破了嘛 对不对 用大空头战法 先做到2万 2万呢 再破就做到19700 没到 差98点 差98点 可是重点 方向对 知道位置吗 也就是呢 周董敢跟你保证 你进来这个免费的群组 你呢 每一天都坐到对的那一边 了解吗 所以呢 大家要记得 赶紧扫QR Code 那直接呢 搜寻 小老鼠 KING88168 好 接着呢 或者打电话 02-2321-9933 好 那今天 今天 周董怎么做 那这个故事呢 要从上礼拜五说起 有没有看到 我刚才跟你讲 我说呢 上礼拜五 我为什么要放空 因为答案很简单 到了20800点 他必须表态 所以呢 你也不要奢望空最高 最高呢 来到了20898点 你空不了那么高啦 可重点 你呢 又想空20800 对不对 我说呢 20800 还没有看到转弱 所以呢 一定要等他转弱 转弱 转弱再空 很多人为什么呢 这一辈子做空或做多 都呢 被容易被嘎 或容易被杀 答案很简单 你呢 都在拆高点 被嘎 你都在拆低点 被杀 了解吗 你为什么不等他呢 转强 或者转弱 转弱放空 转强再做多 了解吗 那转弱呢 再放空 对不对 你会想说 怎么差五六十点了 对不对 你这样想就错了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你就少赚900点 你少赚900点 因为你永远在想过去 你有没有看到我空在哪里 20740 有很高吗 没有 可是就稳赚 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680一点 这张是对的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做 那选择权呢 更容易 尤其呢 在台湾股市 你要记得 台湾股市呢 期货 还不容易像周董这样卡位 那是周董的技术很高明 所以呢 知道呢 空了 赚100点 留一半 另外一半呢 防守放空的成本 如果没有来 就报 诊断 了解吗 我是要做波动 可是它变成波段 我们欣然接受 那选择权 为什么我讲说 比期货更简单 因为选择权呢 波动更锐利 了解吗 如果呢 有修过微积分呢 你就知道 它就是它的微分 知道为止吗 那既然更锐利的话 相对的 当我们呢 看到发动的时候 4月12号下午3点到3点10分 我请会员呢 买近4月20600的put最低买到37点 37喔 你会想说37涨一倍就要卖了 对不对 不行 涨一倍了 我跟会员讲 出一半 另外一半 防守37点 防守 来看 我这边呢 赚一倍多了 对不对 先出一半 回头打下来 没有吧 到80 回头再打下来 到80 有没有看到 就是不回到37 所以这整段都是我的 了解吗 那你问问 那你要报到什么时候才要出 答案很简单 明天嘛 礼拜三嘛 对不对 礼拜三再说 礼拜三再说 好 接着 我们呢 上礼拜五 就直接做20600的put 对不对 昨天在卡位20400的put 对不对 那很多人想说呢 20400的put呢 有看到一点两点的没有买 现在已经来到24点了 买不下去 我告诉大家 如果呢 你的选择权 永远看到那个一点两点的 你不敢买 结果呢 涨到了20多点 你更不敢买 这种心态 你不要做 你永远不要做选择权 因为呢 你永远在什么 永远在事后看包打听 了解吗 你事后看那个一点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啊 那个一点 一点 买一点的人叫做外资 了解吗 买24点呢 叫周董 不敢买的叫你 了解吗 因为我买24 今天呢 最高呢 已经超过了 超过了487了 了解吗 账面上呢 我们先选这个记录 因为呢 我要录音录影 所以呢 我们必须呢 提前的把这个土做出来 赚了19倍 还没走 还没走 还有 今天做了 你又问很奇怪 你呢 一直往下追 不会害怕吗 周董 问你一个问题 趋势往下崩跌 我不往下做 难道我往上做 联系我意思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呢 今天买进了2020的put 4月的 明天要结算 买在哪里 我们有买在最低啊 今天最低是47.5 47.5哦 47.5哦 昨天晚上还有到6点哦 昨天晚上6点没买 今天呢 叫会员追65的 请而以堪 对不对 那是你的想法 那是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呢 我帮会员赚了17倍 我的想法是呢 我昨天帮会员赚了19倍 我今天还要再帮会员赚 因为方向往下 往下 往下 了解吗 所以呢 昨天6点我也没有买 今天早上47.5 我也没有买 我买在哪里 发动的时候 什么叫发动的时候 来来看 我今天全部都教了 这样会不会教太多 有没有看到 早上这里 我连 不要讲那个字 那个字不好听 我连理都不要理他 接着呢 帮帮 有没有看到 帮帮 有没有看到 帮帮 这段 有没有看到 帮帮 好 看到了 有没有看到 追 买 追 了解吗 追到65呢 你以为追高人啊 对不对 没有 直接能拉到300 账面上就赚了364% 就这样 那你以为呢 周董子做这些吗 没有 因为呢 我知道 其实呢 台湾股市呢 唯一可以做波段的 叫做月选择权 月啦 那为什么月选择权可以做波段 因为月选择权呢 它呢 不动 因为有很大的时间价值 还有一个多月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买进 也可以买得很慢 哪一天啊 都在一个价位 那你要卖出 也可以安稳的卖出 那呢 如果呢 崩跌个两三千点 那我们的选择权 尤其是月选择权 就抓得住 因为还有一个月嘛 还有一个月啊 谁知道跌到哪里 一直不超过失线的话 就是一直崩跌 一直崩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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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所以你看得到没有 有没有看到 我们趁人家呢 不知道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底下 底下出的量 这都我会员买的 有没有看到 最低还买到321 刚才盘中呢 已经超过800 账面上我们就算1.4倍 所以跟着周董做选择权 你可以看到 我做的是波动 而你想的是什么 波段 你想什么 你又往事后看 你又回头看了 看什么 有没有看到 8523点 赚1万点 来到了18619 18619呢 你放空 空到12629 又赚6000点 12629呢 你再做多上来呢 是不是又赚了7800点 7800点呢 你再放空 20800 你到现在呢 又赚了900点 是吗 是吗 你都在想波段 只有周董做得到波动 你要哪一个 知道我意思吗 你要哪一个 我做波动而已 了解吗 我呢 甚至选择权不做结算 为什么不做结算 结算都你在乱想 你以为结算会结算 在最低或最高吗 没有 就是没有 就不会有 知道吗 就不会有 那今天呢 今天下午2点45分 又有外置密码表 可以看 明天呢 最少又有一个 10倍行情起跳 因为明天的盘 很可能像2021年的 5月12号 我再讲一遍 2021 0512 你打这个日子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了解吗 那4月呢 这个月权转周权则权 我们的获利绩效 周董不预期哦 可是就43倍了 就是43倍了 了解吗 那很多人留言呢 在算周董 了解吗 就想说你这样一路做下去 是不是亿万富翁 不是 我说那你必须all in all in all in 再all in 可是呢 我没有想教过你all in 我说呢 你有100万的资金 你一次只能买10万 十分之一 然后呢 稳定的赚 稳定的做 稳定的赚 了解吗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稳定的做 55 56 45 有没有 1737 1929 364 142 周董YouTube底下的留言 都是开放的 我们这些都是有做 否则会员会来留言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我不需要回应酸民生 我只要告诉大家 我就是有带会员做到 了解吗 你咬我吗 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计较 都是呢 扎扎实实的累积出来的 好 那呢 这就是我们 每一次呢 有做到的点位 都列表出来 好不好 让你知道呢 我们怎么看的 方向怎么看的 甚至呢 昨天的录音 如果你有听的话 你就知道了 我的空单流仓 全部讲的一清二楚 明明白白的了 等于呢 我昨天呢 把做期货的 必赚绝学 都放在录音里面了 好 所以呢 今天特别推出 55688专案 也就是呢 这个大盘 未来呢 只会赚的比今天更多 了解吗 你不要以为呢 今天跌一段而已 反弹上来 反弹上来就是机会 这个机会 会比今天这一段 昨天这一段还要大 了解吗 因为大盘呢 未来就是无限的发散 无限的发散 了解吗 现在发散呢 是不是才1000点 我告诉大家 从呢 下一次反弹上来之后 反弹上来之后 未来的波动是3000点 3000点 所以呢 麻烦利用55688这个专案 直接打电话 booking 电话是 02-2321-9933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公司以往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